呵呵呵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我是莫敬哥 看我的影片沒有看這次不講武德有夠缺德 歡迎收看今天的 猶多神第一集 這個系列呢 或是這個主題呢主要是拍一些 講一些傳奇人物或傳奇事蹟 當然啦如果是物品方面的話 有一些東西很屌很神的話呢 也是可以講一下 那我們今天第一集要講誰呢 我們就來講 幹掉喬丹 幹掉梅西 幹掉老虎子 幹掉一狗票 運動巨星的 大狗鄉民 哦對了他的那個 呃刀下王魂呢還有 NBA傳奇上古神獸 詹伯倫 美國知名體育雜誌 他們公布了一項大獎 裡面呢選出了運動時尚 50大最佳賽季 而第一名就是由大谷祥平 在2021的賽季所拿下 要知道這個排名呢是跟 所有的運動類別 在做競爭的棒球啦籃球啦 足球啦甚至是高爾夫球賽車等等的 全部都包含在其中一起競爭 幾經前50已經十數不易 拿下第一 那絕對是稱得上 人類精華 那我剛剛有看到NBA在討論 有人說啊如果要達到這個紀錄的話呢 可能就是要有個 可能平均 得分30 然後籃板230這樣子 就是當賽季 要會得分 要會搶籃板 還要會超級 還要會防守之類的 可能得分30籃板20 超級10 火鍋呢也來個5到10這樣子 平均 好賽季平均達成水準 才可以達到大谷翔平 這樣的高度 如果轉換一下這個概念的話呢 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被評為 運動史上最佳了 有打籃球了應該就可以理解一下 要打那個 數據有多恐怖 多難 大谷翔平呢 這傢伙真的是一個棒球的極限破壞者 更恐怖的是他 現在還只是一個20幾歲小伙子 他的未來呢還有幾年的巔峰時間 如果沒受傷的話 可以再創出怎樣的鬼神紀錄 真是讓人非常的期待 那先簡單介紹一下他 大谷翔平他在高中的時候 展現了非常可怕的棒球能力 當時他就跟隨自己的崇拜選手 橘池雄心進入了花卷東高九獨 那當時的球隊監督訓練 大谷翔平的方式呢 並沒有讓他專屬於是投手的訓練 反正是從外野手開始訓練 那後來他開始投球的時候呢 從高一大概投出時速147公里 到高151公里 然後再進步到高三的160公里 在當時他已經是超明星級別的選手了 可是這樣的他呢 並沒有在當時拿下甲子園的冠軍 在2011跟2012年的部分 分別在下甲與春甲的第一輪敗退 果然啊 棒球不是一個人強 就可以拿冠軍的運動 諸如此類的團體運動呢 也都是同樣道理 那在準備畢業之時 當時美國那邊的球隊 像他招手的呢 有洛杉磯島騎隊 德州游擊兵隊 波士頓紅瓦隊等大聯盟球團 但最終呢 他選擇了北海盜日本火腿鬥士隊 嗯 名字聽起來就有一點趣味這樣 那除了火腿鬥士隊 因為給他高額的合約之外呢 同時也將前任的王牌投手赴美前 留下的背號11號傳給他 然後承諾他 會讓他去發展自己的二刀流技術 在這樣的條件下 大股祥平決定留在日本 先繼續打日本職棒 那剛剛一直講到二刀流二刀流 到底二刀流是什麼呢 好怕有人不懂棒球 簡單介紹一下 所謂二刀流呢 就是 能投也能打 一般有打棒球的人應該就知道 這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們一般那個 街頭運動打的棒球 別拿進來談 我們講的是職業聯盟頂尖 世界舞台 要出現這樣子 能投能打 而且極具競爭水平的呢 是非常少的 而在大股祥平出現之前 其實大聯盟是有一個 指定打擊的制度的 在1973年時 美國職棒導入的指定打擊這個概念 就讓投手與打擊者 這兩個是分開的 因為 這兩者的運動能力 以及體能限制與技術都不一樣 那為了保護投手 避免在打擊時出現受傷的風險 其實還提出這樣的概念 所以 輪到投手打擊時 就任由代打 讓他不用打擊 隨後 日本 韓國 中華職棒也都是採取這樣的方式 那 大股祥平就是打破這個概念 促使大聯盟為他修改規則的 這個傳奇二刀流戰神 美國自從知道 東影出現了二刀流戰神之後呢 就開始追到他 在2017年時 美國職棒才終於網羅的大股祥平 洛杉磯天使隊 找到了他 挖到大寶了 那因為他加入之後 實在是太威猛了 在2020年左右 美國職棒的規則 竟然因為他的表現 促使了二刀流條款的改變 改變的制度是這樣子 只要前一季 在大聯盟投球超過20局 單場打擊三打席上 那符合這個條件 超過20場的選手呢 就可以被登入為二刀流選手 而二刀流選手的名額限制 並不在投手限制的14人裡面 也就是說 二刀流是一個非常專屬的存在 可以是投手 也可以是野手的雙刀流選手 那在2022年 大股祥平第一次 以雙刀流條款的身份進行了比賽 好 現在我們簡單盤點10個紀錄 首先第一個 日級投手最速記錄 目前在日本的棒球記錄當中 大股祥平在2016年 某場比賽當中登板救援 當時投出了實屬165公里的快速球 是目前日級選手當中 球速最快的記錄 至今還無人可以拉破 不過如果不算是日級的話呢 那就是如果不是道道地的日本人的話 如果外籍選手當然在內的話 獨買巨人對羊頭 維耶拉的實屬166公里的快速球 還是超越了他啊 不過如果是以日本來看的話呢 那大股祥平就是紀錄保持者 第二 日本職棒最佳食人獎 他拿了兩桌 在賀黎12年的時候 大股祥平完全打出了自己的身家 除了投出實屬165公里的快速球成績之外呢 單繼他拿到10勝 還打出了生涯最高的22支拳雷達 在年度的最佳食人獎當中 他拿下的投手與指定打擊兩個獎 是日本職棒裡面第一次 有人可以一次拿到10座最佳獎裡面的其中兩桌 明明應該還有10個人的 結果名單列出來只有9個人 為什麼有一個人幹了兩個名額啊 就是你大股祥平 再來第三 讓大聯盟為他修改規則 當然啦這個講法是誇大其詞的 很多運動員都是能投能打雙欺 不過他的確強大到促使了大聯盟為他修改規則 比較合理的講法是促使 齁 促使 那當時的指定打擊 目標是為了保護投手的身體安全 不過就是出現了大股祥平這樣的怪物 讓大聯盟為了他修改一點規定 這樣也是讓具有這種雙刀流能力的球員 可以更多的展露頭角 並且讓球材變得更加好看 可能也可以讓紀錄更加的傳奇 第四 首位日籍球員完成的 完全打擊 完全打擊的意思是 在四個打擊當中 分別打出了一雷安打 二雷安打 三雷安打 外加一支 全雷打 大股祥平目前是紀錄保持人 因為在大股祥平裡面 日籍球員就是他第一個人 第五 單祭時聖加時空 比日時尚第二人 在日本職棒時 大股祥平的強大 當時就一定是顯露無遺啦 而在2014年時 他當時就地操作了 十勝十轟的全能表現 目前在世界上能夠達到這個成績的 就只有 棒球之神貝比魯斯 貝比魯斯在1918年時 完成了13勝11轟的驚人成績 而在經過96年之後 由大股祥平在日本職棒 達到了相同高度 大股祥平也是被譽為 最接近棒球之神的人 因為他目前還在大羽毛當作奮戰 以他的身手 以他的年紀 哪一挑打破貝比魯斯的成績 成為新棒球之神 非常非常讓人期待 而且也是有可能的 第六 主場開不斷 連續完美三轟 對 就是這麼誇張 在2018年4月時 分別在4月3號 4號 6號 在有比賽的連續三天 並且是以新人之姿 一登場 就是轟一發 這連續的三場比賽 只要他有上場 就是敲一支拳雷打 讓你快快樂的回家 這三天 連續三支拳雷打 讓全場嗨到翻掉 同樣是打破紀錄 上一個完成這個紀錄 就是剛才一直講到 咱們的棒球之神 貝比魯斯 兩個人都是以投手身份 得到這個紀錄 不過 當時貝比魯斯並不是新人 所以以新人之姿 完成連續三場比賽 連續三轟的 目前還是只有大股祥平一人 第七 大連龍乾脊打出 十轟五十次三陣的男人 上面那三轟還不夠 但大連龍這種水平如此高的地方 才能夠打出十轟 加上攻擊五十次的三陣 根本就是鬼啊 難怪梅菇智堡為他修改規定 這個雙刀流能力實在是太誇張了 同時 他也是大連龍史上第一位 單忌達到這個數據水平的選手 前無古人 舉世無雙 第八 單忌最多全雷打的亞洲球員 上一個保持紀錄的 是2004年投影師 日本級松井秀寫的 單忌三十一轟全雷打 而這個紀錄 大谷翔平在202年時 超越了 超越幅度之大 我想所有的亞洲拳連都綠掉了 該年他共打出 四十六隻全雷打 差點成為全雷打王 去年全雷打王敲出四十八隻全雷打 他只差兩隻 又或者說啊 當年的全雷打王少敲兩隻 我少敲一隻就好 少敲一隻 他多敲一隻 就並列全雷打王 恐怖啊 而且不要忘記 他是雙七選手二刀流啊 看一年全雷打王 毫無疑問的是完全接受 打擊訓練的打者 正宗打者 人家二刀流 差點幹嚇他 太恐怖 第九 不只能打能投也能跑啊 各位看這支影片之後呢 可以去隨便查一下 YouTube上面的那個大鼓祥瓶的倒雷影片 2018年時他成為了大雷蒙 有史以來第一個 十次先發 二次轟 十次倒雷成功的修演 然後呢 2021年又完成了81場比賽 達成了30轟 十次倒雷的成績 是大雷蒙史上最快 甚至超越了貝比魯斯的紀錄 但是2018年19時的大鼓祥瓶 他還是要客氣啊 分別只有倒雷十次跟十二次 但是到了2021年直接不演 幾乎一天到晚都想倒雷 今年 中共倒雷 二十六次 應該說成功二十六次 這個數字呢 可能對學生來說覺得還好吧 很厲害嗎 但是你要記得 兄弟 請聽清楚 記好來大鼓祥瓶 他是投手 同時也是野手耶 投手的身體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想想我們王建民後來呢 也是身體壞掉 才整個狀態壞掉 連同整個生涯 身價全部壞光光 那倒雷呢 又很常會出現那些肢體碰撞 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他能夠投能夠打 能夠倒雷 倒成這個樣子 弄出這些鬼神數據 真的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 而且其實他的滑海技巧呢 是相當不錯的 他可以巧妙地躲過對方 並且觸摸雷包 或者分雷板 在那麼多的能力值方面 都把這個能力值點到滿 真的是怪物 各位有沒有玩過一些線上遊戲啊 創過角色人物之類的 應該都會有個六角形能力值 讓你去點吧 譬如力量型速度型 這兩者呢 應該都通常是不能夠兼具的 但是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怪物 不說 各位可能不知道 在這邊 額外再插了一個 恐怖紀錄 當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在所有球場裝設了一器 統計所有球員的擊球速度 大骨翔平 在2020年的4月12號比賽裡面 他敲出了時速191公里的恐怖數據 這是 從2015年統計到現在 7年以來 走打球員 打得最強的一球 而這樣的數據 只差 怪力男 揚一級的史丹頓 一點點 最後第10項紀錄 秘動時尚 MVP 這個MVP 就是我們開頭所講到的 所有職業運動一起比較 時尚最佳 換個方式說 他就是 無知大職業運動的MVP 在2017年時大股比較有大聯盟 不過呢 其實當時他的表現一直起理不足 問題就代表他的身體傷勢 直到2020年的時候 他才以完全康復的姿態來回歸大聯盟 這個賽季當中展現了自己雙刀流瘋狂的火力 能投 能打 在這個賽季 交出了9勝2敗 防禦率3.18 138安打 46轟 100打點 以及26是倒雷成功的 瘋狂表現 而且也差一點 他就完成了貝比魯斯創下的10勝10轟 美直 美國大聯盟 差點能夠在大聯盟比肩 貝比魯斯的這個瘋狂紀錄 這成為了遺珠之汗 那因為他的表現實在是太過恐怖 所以他獲得了 每連指令打擊贏棒獎在內的多數獎項 最後更以全票30票通過之汁 多下了該年度那年的LVB 那被評為了運動史上最佳賽季 第一名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棒球之神棒球之神貝比魯斯 有人會想說 他再怎麼強他也是超越不了貝比魯斯啦 不過 大聯盟官網說 他不是貝比魯斯 也不是下一個貝比魯斯 他就是他自己 是現實世界的超級英雄 言下之意 其實就是認為 他已經超越了貝比魯斯 在二大流這方面來說的話 那中間兩者的比較 由於是太多數據了 再講下又換一節 就不講了 來講幾個比較可以長話短說的部分 首先就講擊球速度 那我們剛剛講到了 在左打者裡面 在儀器可以測量的年代裡面 沒有人可以跟大骨相拼一樣 把球打飛得如此之快 而在2021賽季呢 只有四個人可以打出 至少7支時速 115英里的球 四個人裡面 只有他是投手 另外呢 在投手方面 在2021賽季 全聯盟只有五個人 可以飆出 9顆 時速打161公里以上的火球 而大骨相拼 其中一人 那結合這兩個投打數據 能夠投出時速161公里的球 然後又幹出時速177公里的球 那就只有一個人 大骨相拼 而且更別說我們剛剛講到了 他不只能投 能打 還能跑 速度還在大聯盟前十八 他可能已經不必在追逐棒球之神貝里魯斯 因為他就是大骨相拼 可能就是新的神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如果你覺得大骨相拼真的太屌了 那就幫這影片按個讚吧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也按讚 留言讓我知道 可以的話呢 你也可以按一下 考慮一下底下的那個超級留言 或者是加入 選擇一個那個 香蕉戰士等級的會員 這樣就可以看到 新的 或者是黃標的影片 可以優先看 可以優先看 黃標影片呢 無限制看 好 nice 好了 訂閱我的頻道 隨便來吧 教會是一定要的 教會幹嘛 不知道 那我們就明天見了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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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